我要繼續來關注的是 武漢肺炎的國內疫情 今天是又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那這名個案是在南非工作的五十多歲男性 因為計畫返臺探親 在六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他是在南非當地裁檢 那這個結果是陰性的 之後搭機到杜拜轉機回臺 七月一號晚間住進臺灣 在昨天終於確診 那他是在南非長期的工作 那昨天獨次返國 因為在當地 他們要搭機前有規定就是要 需要這個陰性檢驗證明 所以他六月四號 就是在南非當地有去採檢 那二十七號早上拿到檢驗證 檢驗結果是陰性 不過他下午就開始有發燒 全身五粒喉嚨有異物感的症狀 證明案四四九六月二十四號 在南非當地採檢時沒有症狀 且檢驗的結果是陰性的 但是在六月二十七號下午 他就出現了發燒 全身無力等症狀 六月二十八號就診 診斷是感冒 服藥之後自覺症狀好轉 搭機回到臺灣之後 由機場檢驗人員安排採檢 並且送往集中檢驗所隔離 在昨天是終於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了 目前已經掌握個案接觸者共二十七人 其中同班機前後兩排乘客十三人 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同班機機組人員的十四人 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 截至目前為止 國內累計449例的確診個案